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他抽打的皮肉之苦 再次吃饭的时候 火锅店的老板老王 向小马哥说起看到幻觉的事情 这段时间以来 老王经常会看到一个婴儿的幻觉 有时甚至还会在汤锅里看到 很明显 他也曾经到过那个灵异广场 小马哥根据之前的报道 找到了报社记者小琴 小琴好像知道什么猛料一样 不想再谈广场的事情 这让小马哥很是怀疑 于是再次来到那个广场 一个拧着铁链的黑衣小孩 突然杀了出来 没几下就被小马哥搞到出血 漏败而逃 另一本的潘老师 再次看到那个诡异的男人 突然就被个家伙冲上台 胖做了一对 之后也找到小马哥寻求帮助 另一本的记者小琴 也看到了各种幻觉 同样来到小马哥那里 和其他人一样 他也曾经到过灵异广场 小马哥经过一番分析 发现闹鬼传闻 是最近两年才开始有的 而且在这期间 广场还改建过 加了好几座高塔 高塔之间会形成一种磁场针 其中含有的辐射 会影响人体的弱磁场源 使人产生一种 不存在的错觉或者幻觉 也就是说 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鬼东西 只是辐射干扰到人体磁场 产生幻觉罢了 再次看电视的时候 潘老师意外发现 幻觉中的那个男子 出现在了电视上 后来才得知 这个男子是自己的学生 当年潘老师没少体罚他 这一样男子知道了 爱品才会赢 不但不怨恨潘老师 生产对他感谢一反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完了 随着小马哥 又看到那个黑衣小孩的幻觉 手背上很出现的 吴姐老爸贴名的名字 第二天来着老王的火锅店 这才发现 他的生意之所以一直这么火爆 是因为在锅里中 加了一些违禁的添加剂 导致几个经常来吃火锅的孕妇 流产的 所以才会经常看到婴儿的幻觉 而小马哥也同样被幻觉产生 总是看到吴姐杀他的幻觉 原来小马哥和吴姐的老爸 也有着关系 当年小马哥还在整单社干活的时候 接到了一单 调查天明杨小三的案子 而他的上级领导 不小心泄漏了天明公司的商业机密 致使天明破产 最后跳楼生亡 小马哥这才知道 吴姐是天明的女儿 内心愧疚的他 留到广场天台 看到了天明的幻觉 其他人也赶到楼顶 发现他在对着空气说话 就在跳楼的一瞬间 搭档主场跑到电机房 弄断了高塔的电线 磁场辐射瞬间消失 小马哥也恢复了正常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由香港导演 蓬发自编自导 取材于广州 立万广场的跳楼世界 之前还拍过一部同兵网剧 有惯西主演 影片从新某的角度出发 用科学的态度 去解密灵异世界 也许就像一篇所说的一样 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有鬼 就在人的心里